就是还蛮长的 我当然我会希望跟前几期课程也还是有点区别 因为前几期其实这个课程开设的蛮久的 有关VBA部分 大概至少五六年前就已经有这样的课程了 最早其实也是一个需求 本来是没有这方面的课程的 可是大部分同学慢慢会需要用到VBA 那我就好吧 我开一个这样的课程 慢慢慢慢演变 所以每次上课也许在内容上面会做一些些调整 那因为大家已经对于函数的应用应该不陌生 但是对于一些进阶的可能还是 或者进阶跟高阶的可能还会有一定的需求 所以我就在这个课程名称上面加一个进阶 OK 区别就是说可能函数如果是很一般性的函数 那我也许就略讲 表示应该你们会已经知道了 OK 然后呢 当然ESAL的函数 要让它更提高效率 让它更有自动化 去处理更大量的资料的话 也许就是所谓的大数据的自动化 那这个时候就用到VBA 然后呢 跟一些资料库的处理 那资料库部分的话 当然 未来也许有可能 当然最简单的就是直接拿ESAL当资料库 直接就把资料放在ESAL就好了 因为ESAL最多可以放1100多万笔 100多一个工作表 不够你可以再增加新的工作表 所以基本上应该一般性应用很够用 那另外第二个资料 也许如果你觉得不够用 也许可以再延伸到SS SS也可以 不过SS现在好像用的人越越少了 甚至很多公司就不买了 为什么因为多买一个SS授权 其实那个价钱都很多 不是多一倍两倍 是多很多倍 因为我们之前公司也买过 多一个SS就多这么多钱 所以很多公司一台电脑 因为不可能说你一台 一个授权很多 不是每一台都要个别买 所以当然 不然就买一些基本的 只有Word、Sale、PowerPoint 大概就这些 顶多一个outlook吧 那SS当然也可以当资料库 不过SS有个缺点 它是单机型的 所谓的单机型 就是说你自己一台电脑使用 它基本上是 主要是以一台 local一台为主 但如果说你要网路型的 一个公司内部 很多台电脑 要同时存取那个资料库的时候 那就可能会发生问题 可以做得到 但是不好用 那如果说你要跨网域的 或者是说放在网路上面的 存取的资料库 一般也许用什么 用那个SQL Server 它叫MS SQL 可以是这样子 不过MS SQL的话 通常要这样子 MS MDollars 就是会需要有Dollars 所以如果你不希望有这个Dollars 我是建议你可以用另外一个 叫MySQL 这个MySQL 这个MySQL 它就不需要这个钱 OK 所以做到的效果是一模一样的 一般性都没有问题 稳定性也没有问题 安全性也没有问题 但是就会有一点差异 可是这个再上去 有点难度 我会斟酌一下 大家学习的情况 但也很希望可以补充多一点 如果补充多一点 就要多一点的时间和技术 还有你们会需要一个阵痛期 因为好多东西 怎么学 其实如果你真的有兴趣 我的部落格里面 都有讲到 像MySQL 所以影音还蛮好用的 因为我讲一遍之后 我就可以不要再讲第二遍 我也不太希望再讲第二次了 我讲一次就好了 一直讲一讲 自己讲一讲 其实好像自己是那录音机嘛 一直repeats 网络上其实还蛮多的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到我部落格里面找一下 那这个MySQL 通常会配合一个叫PHP的 这个PHP会跟它搭配 那这个PHP就是一个动态的网页 一般我们静态的网页是HTM HTM 那它是动态的去抓资料库的东西 再回来网页上秀出来 所以像网路上很多的系统 就是动态网页 那它就是去网路上 像去后端抓资料 秀在网页上 一个布告来源之下 去资料库查询 把结果列出来 输出一个表格 它如果说要新增一笔 那就再会多一个新增的功能 可能打一打 新增到资料库 捞出来又看到 所以大部分应用 对面就新增跟查询 把它查出来 顶多是修改跟删除 所以资料库大概 就是四个功能 绘得大概就差不多了 新增查询 修改删除 OK 那你如果练习 不一定说 一定要某一种资料库 但你要什么时候用哪一个 其实很弹性的 前提是你可能 也要多知道一些 这方面的技术 那你就会有很多的筹码 你就知道说该怎么做 不是只有一种方法 可以有很多弹性 OK 那未来当然可以衔接上大数据 其实大数据最早产生 可能慢慢是从云端 云端可能累积一定的量之后 就变成大数据了 那未来当然还有什么物联网 因为自动啊 所以所有的家电 它都可以跟网络连 甚至还有车联网 甚至还有依联网 还有污联网 反正都可以连 连上去之后都是大数据 也就是说什么东西 都连上去之后 就需要有自动化处理 因为这些数据 不是人可以处理的 你怎么可能有一个人 所以standby在那个地方 对不对 所以就是它透过一个自动的机制 那就需要大量的设计人才 所以未来的工作会消失 消失一个工作 等于就是另外工作的产生 所以危机也是转机 因为需求一定 每个人都会有一定 只是说他的工作转移而已 所以你只要跟着转移 反正随时你都有工作机会 所以这社会上就不外乎 就是被动的被需要 就是你去找工作的人 另外还有一种人 是被工作找的人 随时都会有很多人来找你 你也会觉得不生其导 因为你被需要 一直都会有人想要问你很多问题 好 所以有很多时候会尽量躲起来 随时都会有 我刚刚讲的就是说 其实因为你的东西是大家需要的 你就不用去担心说你后面的工作在哪里了 你只担心说你没有时间而已 OK 所以只要是跟得上潮流 没有那种 所以有些问题 对我来说 有时候应该是不存在的 其实那个因跟果的问题 OK 你要去看说你到底 有没有跟得上时代潮流 如果跟上了 什么东西都不是问题了 不只是说工作上面 甚至跟小孩子的沟通上面问题 还有很多跟人之间的代沟问题 因为很多人不学习 他就不知道外面世界已经改变了 改变得非常巨大 对不对 完全不一样 而且很多的甚至 就是交易模式等等 后面我们有机会再来讨论 那再来的话 后面我们会稍微谈一下 有关几个重点 第一个 等一下自我介绍一下 不过应该大家都有 不知道还是很陌生 因为我只讲很多 第二个是参考书目 大概哪一些书籍 有一本可能我会列为一个 可能上课用书吧 那因为现在买书 以前可能是传体订 比较便宜 可是现在好像不一定 网路上订 也都是打到七九折都有了 七五折也有 甚至有七折的 而且是隔天就送到的 二十四小时已经不够看 现在八小时了 所以其实要买书 现在我也常常网路上看到就订了 不见得说还在书店 那如果也在书店 他不打折 几书就是回家再订就好了 所以像像 其实我蛮喜欢去成品的 不过常常看到他不打折 那我就回去再再订 不过偶尔还是会把他赞助他一下 不然像这么好的这个书店 如果到时候没有 这蛮可惜的 台湾很可惜就是到处都没有书店了 以前有的书店通通关起来了 这个蛮好 OK那再来的话 课程简介一下 后面大概就是会针对最少五大类啦 不过我有点 有一本参考用书是九大类 他把它分得更多 但是那个九大类不见得每一类都会常用 所以我把它分五大类 OK那我大概会有这些重要的函数类里面 那我会针对这些比较重要的函数类比 去原则性的讲解 其实我讲过了 你不是说针对个别的函数 你是要去想说 你又没有一个方法可以懂了之后全部都了解 这是最重要的 它有一定的规则 这个函数它有一定 你可以需要的了解逻辑之后 即便有些函数你没用过 你也很快可以上手 那有一些可能你不懂的 它里面也有个说明 那实在是 它写的那个说明实在是写的不是很好的话 坊间还是有很多的书籍可以参考 所以这样的一个流程 你如果通通可以掌握 那学习以色函数就不是太大的问题 第一个 但第二个呢 可能就是说 那这些函数呢 假如我的工作会用到 可是 没有这个函数怎么办 其实很多常常会遇到 就是你需要某个函数 但是这个函数没有 找来找去都没有 怎么办呢 你就需要制定函数了 就是你自己把那个函数变出来 你工作就解决了 OK 所以这个也是 那这个制定函数 其实就是VBA的第一种形式 就是一种函数 就是VBA的一种形式 也就是说 用VBA写出制定函数 有没有办法 然后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当然VBA的第二种形式 就是说 你可以按按钮 按钮这个动作 后面也是一个VBA 这个是VBA的第二种形式 所以VBA会有两种形式 那后面我们会讲完一个函数之后 再来讲这两种VBA 怎么样把它变出来 那当然难度是 是确定是有的 可是大概相对的 它也是有一定的专业度 OK 而且现在职场上 也很缺 这方面的人才 甚至很多那个职缺里面 尤其金融方面的 直接就是写说 一定要会VBA 不过很奇怪 VBA的东西 基本上学校是没有教的 对啊 学校里面 因为VBA很尴尬 Essal它是偏商学院的 VB比较偏资讯学院 就是理工 就是工科的 那变成说 这它是一个跨领域的 跨领域 如果你没有说特别花时间的话 是没有这东西 商学院也不教 工学院也不教 那变成说怎么办 但是 可是问题是 职缺里面却需要 所以这到底怎么办呢 这变成你可能要 自己想方法去把它学习 加这个专业 所以这个感觉 那当然就我的需 我就被需要了 对不对 所以 所以你要眼光 看到那个 什么地方 对不对 大家都需要 可是不存在 但是呢 你又要把这东西变出来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难的地方 如果可以的话 当然 处处就有机会了 因为年轻人 我觉得不缺 不缺机会了 就缺你有没有花一点心思 在一些上面 那其实 我刚刚跟各位讲过 就是我在 老大也从88年到现在 那88年到现在 基本上也 也做了就是很多的录影 就是说上课录下来 然后提供给同学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 也会写部落格 写这些教学部落格 也记得蛮多东西的 所以在 网络上搜寻吴老师 至少前三个连结 吴老师 全世界叫吴老师 不是只有我啦 对不对 那至少 不知道 几万 几十万个应该都有 可是呢 我前面三个连结是我的 第一个是我的 教学部落格 因为我在 部落格上 上千篇的教学文章 那写的怎么样 反正我就是 写我该写的 第二个是我的 YouTube频道 丢了至少 好几万个影片 反正这么多年来 然后呢 观看次数突破了 大概快五百万次 订阅人数 一万两千多人 OK 这个里面 五百多万 全部都是教学影片 订阅也是来看影片 当然不是看看我啦 因为我身边有我的 就只有教学的内容 还有上课的声音 所以很多人 对我的声音应该不陌生 但是对我本人可能 比较陌生一点 因为我没有把自己放上去 本来我想说 要不要把自己放上去 后来发现 这样 好像不太好吧 就是 其实太出名 也不是一件好事啦 随时都被狗仔偷拍 OK好那 那再来的话就是那个 如果你找那以色列 有VBA教学 那大概这个也是快要被我洗版的 不是只有我啦 可是很多人 还有YouTube频道里面 如果你打以色列 有VBA教学 我试一下 真的也快要被我洗版了 大概前面的影片都是我的 那后面好像有一些其他老师的啦 那就是有一些老师 那个写的程式跟我的好像 看到跟我一模一样的 奇怪 OK 那还有我不只是教那个VBA的部分 我还教就是APP 手机的开发 所以你打那个APP开发教学 我好像也排在前三个 我刚才排在第几个啦 OK 那我也有弄一个懒人包 也就是手机 当然VBA弄完了资料 如果你未来出去 在外面也想看到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写成一个手机的APP 随时也可以查到你要的东西 所以未来这些东西都是有必要性的 手机的APP 现在非常缺工程师啊 可是要找到真的可以用的人才 其实也有点问题 OK 所以这部分大家跟各位讲一下 那这个是我相关的那个 这个经历啦 那当然我有 从最早二十几年前就开始撰写程式啦 所以写VBA 写VBA已经很久一段时间了 再来呢 我有一段的创业经验 大概五年的那个 这个经历 然后目前的话 主要就从事那个 这个顾问跟教学方面的工作 OK 所以很多同学问我说 有没有在帮人家写程式 现在已经没 大概可以帮你想一下 但比较不会自己动 自己是纯粹写兴趣的啦 解决问题是没有问题 但是从头再handle一个东西 其实有点困难 OK好 那其他我的证照也非常多啦 我的证照大概应该有三十张以上吧 然后我因为这样关系呢 也要帮忙做一些审题命题 还有就是说咨询的部分 所以有一些题目我也 然后再来就是我的教学频道 这个是几个月前的 大概就是四百多 现在应该快要五百万了吧 那订阅人数现在九千 之前是九千多 现在应该 我看一样好像一万两千多人的吧 当然这个部分也不是只有台湾 是全世界 OK 而且我看到还蛮多都是像美国 有很多年轻人在那边工作 他常常也会问我问题啊 OK 他们很想要回来台湾工作 可是薪水真的太低了 就是没办法 只能留在那边 但是他那边还是需要有人 可以教他们一点东西 所以他又连回来看我们的 这个影片 他会觉得这个很好 他就觉得很赞 那也是不错啦 感觉可以好像也帮到一些年轻人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 像我部落格啦 或者是网路上面的那些 发表的像影片 他有一个什么YouTube 或者Google的合作partner的机制 所以每个月呢 他也会会美金给我 所以Google也是我老板 OK 不过我刚刚讲的一些东西 不是因为这个关系我才讲这些 而是因为真的好用 这个只是说因为 我刚才只念头说 我试试看 是不是真的能够利用这样 是不是小赚一点钱 后来发现是OK 没有问题 所以我就跟很多年轻人讲了 这条路是可以走的 而且绝对走得通 而且我认识很多年轻人 才二十几岁 基本上收入比上班族还多 他做什么 这是做YouTube而已 不只是这些 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 甚至有像直播 OK 诸如此类的 这也蛮多的机会 只是说看你愿不愿意去 往那个方向去思考 好 那接下来就是有关 我们的上课参考用书 那有关那个函数跟进阶函数部分 这两本 这两本的话呢 基本上上面那一本 他还有VBA 有基本的函数 跟VBA 那下面这一本是只有函数 他没有VBA 但是下面这一本卖得很好 因为我是刚好看到排行榜 好像第一名吧 卖得超好 他主要就是把那个 Excel的所有函数 分成九大类 里面呢设计出468个范例 那如果说你可能愿意花时间 把468个范例 全部都了解的话 那我想你的这方面 Excel函数的功力 应该不会太差了 但是他有个缺点 就是他里面没有讲到VBA 就是讲到函数为止 OK 或许我在想说 因为VBA 我们也可以自己再把它衍生出来 所以也许我们后面的参考用书 我比较倾向用下面这一本 下面这一本 因为他范例不错 然后可以 VBA我们是 我是可以自己再补充进来 那他的范例 设计的还不错 不但有几个缺点 第一个就是因为 这本书是从对岸直接 从简体转成繁体的 那范例档 他也是一样 所以里面有什么身份证字号的范例 一看奇怪身份字号的规则 完全跟我们这边 完全不一样啊 那这怎么办 我跟我 因为那个范例 你大概可以略过啦 所以有一些是 不同的那个 区域的那个 想求产生的问题 然后 大概这些 这些小问题啦 不过基本上 也不是说 完全 这468个啦 其实里面大概可以挑出来的范例 其实就蛮多的 OK 第一个 这个是有关函数 那再来就有关VBA了 那VBA的相关的素养 我是觉得你也可以 当然我们上课不可能说 巨细迷移的 就是讲的非常透彻 但有些地方也许 你想知道 但是我没讲到的话 你可以补充一些坊间的书籍 像这两本 我其实还蛮推荐的 上面那一本是 日本人写的 然后写的还蛮严谨的 刚才讲到都有讲到 那它的缺点是 可能 它出来出版的时间还蛮 蛮早的 所以它里面用的范例 好像是2003的 但是相容性都是有啦 都是相容的 OK 那下面这一本的话呢 就也不错 也是一个入门的参合用 它就是把每个物件 物件的概念都有讲到 比如说工作表物件 工作部物件 然后等等的 然后它的那个 书名取得也蛮好的 就是一点也不难 有没有 It's your VBA 一点也不难 一键搞定所有报表 OK 很多人可能 看到这本书 就会很冲动的 把它买回去 对 其实都是出自于冲动 给人买回去之后发现 其实打开来看 VBA一点也不简单 原来 然后呢 要一键搞定它 真的是有困难 OK 所以其实 很多人买书回去 大概纯粹是真的想学 另外可能是一个冲动 那再来就是说 里面的文字叙述都看得懂 但是做不出来 处处都有问题 所以我会把 比较多的时间花在 你们可能有问题的地方 包括就是你做不出来 实作的部分 但是看应该看得懂 因为理论的话 说真的 大部分的 大家基本的素养都有 看书里面的内容 了解没问题 可是就是会有在实作上面有问题 所以可能 如果你想要知道 更多的相关的理论部分 我是建议你可以 手边可以有这相关的书籍 参考一下 OK 好 那再来这个是比较进阶的 这个也许 简供在 里面包含就是说 聚集 这本是有关聚集的录制 也是50个范例 那这本是跟那个资料库 比较有关系 比如说连结那个 SS 连结那个其他的资料库的一些方式 那还有就是说 自动化的执行 一些技法 那这三本是比较近 稍微进阶一些些的 OK 好 那这个是参考 OK 那未来的话 我们 刚刚这个第一个 第一个是我们的问卷做完了 将来 将来有一些可能基本的讲义 还有上课的范例档 另外还有补充资料 我会把它放在下面这个连结 那你就记那个GOO.G 这个GOO.G 35DV DV是大写 TG是小写 OK 35DV TG是小写 那这里面 等一下也许请各位 就先做一件事 再来我们就要开始 来讲一下第一个部分 文字与资料函数 那文字与资料函数 里面我们先举一个范例 来了解就是 文字与资料函数的基本范 那个那个函数 跟 这个 VBA 看今天时间够不够 如果够的话 可以提一下VBA 那里面的话 35DV TG TG小写 OK 那就把这个 一样哦 记得 输入的话 记得就是输入到那个 我们这个GOO.G 浏览器 未来也许 我们这边就不要用IE 然后把它输入上去 那特别注意就是说 如果你有登录GOO.G 帐号的话 它现在好像是 有登录 会看到这样子 但是如果你没有登录的话 好像看到的会是 图形比较大一点点 那你不要觉得意外 因为好像有登录没登 它是看到不同 但是里面的东西 还是一样可以存取得到 没有问题 那请各位就是说 像刚刚我 简报里面的内容 其实在讲义里面也有 比如说上参考用书 所以如果有些 假设你要再看过的话 其实这边都有 包含就是参考用书 这几本 我都有把它放在这里 还有未来的那个 可能就是说解答 可能有一些范例题 我已经有把它放在这边 你可以参考这个讲义里面 那当然如果你不习惯用 在电脑上看 或者其实你可以在 手机上看的话 你再把它自行列印下来 这个第一个 就是这个有关讲义的部分 第二个请各位下载 那个范例档案 那范例档 记得下载方式 因为我发现还是有些同学 对那个云端音笛不熟悉 下载有两个方法 按右键 这边就有个下载 或者你把它点开来 这边有个下载 下载 记得不要点进去 点进去乱码是正常的 它里面因为可能有 那个相容性问题 所以你就把它下载 下载它会在下方显示 所以如果你用Google浏览器 它会在下方 请你找到那个 在资料夹中显示这个选项 旁边有个箭头 把它解压缩好了 这边按右键 这边有个7VIP 或者如果你没有装的话 你就是用解压缩全部 不然的话 上面有开启用那个 档案总管好像也可以解压缩 那把它解压缩自此 里面的话 就会我们上课 这个会用到的相关的范例 那请各位先把这个范例 我们今天应该是用到 第一个范例 就是第一类的文字与资料的 文字与资料函数 那各位稍微把这个题目看一下 里面比较重要的就是 那个比如说综合练习题 我希望把这里面的手机号码 把它全部串在一起的方法 题目这边有讲到 用REPD加LEN 还有再串接函数 那你可以前面这边有REPD加LEN的相关 或者是其他的文字相关的函数练习 那做完我们可以再来看那个综合练习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GOO.GL 然后那个